两岸头条天天有料 大家好我是浩阳 今天是2020年8月21号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2020台商台青创业成长 上海台北视频研讨会 借助视频连线开展云对话 惠海上2020两岸电竞文化节 在上海正式启动 平坛对台邮件跨境电商处理中心项目开工 陈时中令政风单位调查彰化卫生局引热议 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郭正亮不在顺时中 今年1月至7月 台资对大陆投资金额同比增加52.18% 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据中心网报道 2020年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 系列活动第二场台商台青创业成长 上海台北视频研讨会昨日举行 借助视频连线的方式 上海与台北两地的知名台商 上市台企负责人和知名台企法务主管展开云对话 2016年为鼓励有志从事两岸法律事务的台湾法律青年人才 到大陆到上海创业就业 上海建安区依托区域内知名律师事务所云挤的优势 首创了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 4年中共有81位台湾学子来到上海 完成为期两个月的实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已连续举办4年的上海 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活动 今年一失线上 近年来上海为鼓励台湾同胞创业就业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会台政策 上海的各区也相应出台了保障措施 为台胞在户创业就业提供生活便利 近安区欢迎台商台青来静安工作生活融入近安发展 也欢迎台商台青来静安投资创业 共同分享大陆经济发展成果 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将继续搭建 两岸青年互相学习增进了解的平台 让更多的台湾专业领域青年来大陆 找到追梦 祝梦 圆梦的舞台 据新华社报道 惠海上2020两岸电竞文化节 昨日在上海正式启动 未来三个月内 文化节将举办一系列活动 邀请两岸电竞爱好者通过线上和线下 开展交流切磋 此次两岸电竞文化节 由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据介绍 此次两岸电竞文化节 由电竞赛 电竞主播赛 电竞潮玩展 电竞音乐秀 电竞课程建设与推广等活动构成 将融合网络虚拟活动 与线下现场深度体验活动 每月在两岸推出一至两场主题活动 11月末举行的集合型嘉年华活动 将把文化节推向高潮 主办方表示 两岸电竞文化节旨在推动电竞垂直领域的两岸青年深度合作 并通过文创数字内容及创新创业等领域的交流 促进两岸电竞产业共同发展 据中心车报道 第三季度福建省重大项目19号集中开工 平潭综合实验区集中开工33个项目 其中包括平潭对台邮件跨境电商处理中心项目 平潭对台邮件跨境电商处理中心项目 总投资1.5亿元 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 该项目将承担大陆台湾各类进出口邮件的集散和处理 成为大陆对台快建的重要集散枢纽 此次平潭集中开工的33个项目 总投资157.55亿元人民币 包括南部生态廊道二期 海峡两岸交流中心项目 平潭长江澳海上风电厂工程项目等 其中10个项目列入省级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总投资143.3亿元 涉及产业 社会民生 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一名字美国反台少年未出现症状 却被彰化县卫生局检验出确诊新冠肺炎 对此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下令正风单位调查 引发大批网友论战 但现在连民进党人也不挺陈时中 民进党及民意代表郭正亮直言 张化筛了那么多人 主管部门怎会不知情 就算现在才知道 卫生体系去查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用正风单位调查呢 郭正亮在电视节目中谈到 张化建卫生局筛减了1000多人 台湾健康事务主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 而且相关隔离者警察都要掌握动态 若去筛检警察也会上报 那主管部门怎会不知道呢 且就算现在才知道 也应由卫生单位去查就好了 怎么会适用正风单位去调查呢 而针对调查风波 张化县卫生局长叶炎博则打破沉默 他说居家检疫者就医裁减都按照标准流程 不管有无症状全程掌握 数据都在系统中 主管部门都看得到查得到 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则在广播节目中讽刺的说 哇 陈时中变007指挥正风单位 精神科医生沈正南在脸书上表示指出 这事的本质是张化卫生局很担心无症状感染 但主管部门却老神在在 于是造成双方不同步导致自行检测 另一个本质是台湾的传染病防治几乎是台当局主管部门极权制 地方的自行材料空间极小 事实上防疫不只是生理 更是心理与文化层面 针对陈时中说台湾有无症状感染 但未对小区造成影响 沈正南质疑天气变凉以后 民进党当局反对普筛的理由是 一天要花400多万元新台币 这让沈正南不禁表示 拜托一年才14亿元新台币 试问三倍券花了多少钱 难道做病毒检测不能振兴经济吗 多读点经济学吧 综合中时新闻网台湾联合报报道 据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 昨天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7月 核准对大陆投资件数为287件 同比减少15.59% 核准投资资金额35亿美元 同比增加52.18% 同时相关部门还公布 今年7月台湾对大陆投资 核准建筑为42件 核准投资金额为3.69亿美元 据了解 今年前7个月 台资对大陆投资金额前5名地区为 福建 江苏 浙江 广东及山东 以投资行业划分 电子零组件制造业 批发及零售业 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制造业 金融及保险业 化学材料制造业 居前5名 分析指出 去年1到7月对大陆核准投资额 为自2003年以来 同期间最低 主要原因是基期较低 好 以上就是本期两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浩阳 再会 接着 感谢您的顶目 保险 感谢观看